聖誕節快到了 你們會怎樣裝飾家 今天我們會用紙皮和玻璃瓶 去做聖誕小綠燈 大人和小朋友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現在開始了 首先我們要預備 幾張A4紙 幾張硬皮卡 幾張硬皮卡 PVC膠貼 鉛筆、割刀、剪刀 玻璃磨砂液、玻璃瓶 LED燈 還可以預備幾張彩色的玻璃紙 LED燈 更好買燈泡小小的 方便放入玻璃瓶裏面 玻璃磨砂液 就可以在美術用品店找到 我們把玻璃瓶放在A4紙上 畫出底部輪廓 大概加厚1.5cm做綠身的支架 然後再畫六角和六腳 就像這樣 然後用剪刀或者剪刀 將A4紙的圖樣剪出來 放在眼卡紙上面 再跟著邊邊畫出形狀 畫好之後 將眼皮紙每個小件剪出來 記得注意安全 現在我們在每個小件上面 加上粒槽的位置 用來連接支架 綠身下面加兩個 前面的位置加多一個 綠腳和綠角都各加一個 加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小件拼在一起 小碌就出現了 如果你想像我一樣 加些節日氣氛 可以用膠貼做一些簡單的圖案 貼在瓶上面 然後掃上一層玻璃磨砂液 掃之前記得戴手套 放一晚 等到乾好之後 撕走貼紙 用水洗乾淨 再抹乾 最後只要放入LED燈 將玻璃瓶放在支架上面 小綠聖誕燈就完成了 你可以試下放些七彩的玻璃紙進去 製造不同的效果 是否又易整又好玩呢 快點跟家人一起試下 預祝大家有個快樂的聖誕 Merry Christmas